指揮中心的指揮官陈时中 第一次正面回应 台博旅游泡泡 就是帛琉 因为他们说帛琉现在看起来 疫情好像都一直管控的蛮好的 疫苗整个的普及率呢 其实好像也算可以 所以他们就讲了 他们昨天下午呢 要跟外交部交通部来讨论一个初步方案 正在考虑推动旅游泡泡 要朝着尽量减少隔离天数的方向来努力 但也因为可能会有隔离 再加上你搭飞机的时候 旁边的位置都要空下来嘛 所以你旅费一定会增加 民众意愿到底会怎么样呢 这是一个看点 另一个看点是专家说了 如果说呢 真的是要开放两边的旅游泡泡的话 那很可能就是隔离天数会变少 隔离天数变少 当然这防疫保护力 也就会变得比较薄 清澈碧蓝海水 想要在全境小岛国流旅行 不用再等待 因为台博旅游泡泡行程指日可待 目前国内有四家旅行社规划 有四天三夜跟五天四夜两种行程 价格比过去2.5万到3万相比 旅游泡泡恐怕要贵上一倍 来到5到8万元 8万的话是有点高了一点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 如果5万好我可能还要考虑 想出门啊 我觉得生病比游玩更重要吧 旅费高如果又加上隔离时间长民众还是觉得兴趣缺缺到底要隔离多久 指挥官陈时中倾向减少隔离天数研究甚至连隔离期都不要也是有可能 这边要关五天 那边要关十四天 那这个泡泡根本就不可行嘛 空有泡泡之民 没有泡泡之食 指挥中心态度正向乐观 但没有隔离期保护 就像地球没有大气层 怕运时直接撞上地表 这个世界上目前没有百分之百安全的国家了 所以 说台湾是不是 国内完全没有病毒 这东西我想也没有人敢百分之百打包票啊 因为还是偶尔有一些到国外又被检查出来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市区保护一定会有的 不过最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没有疫情的时候 这个才能成立 要一个年差不多就可以要小心了 不要说好几个 不只可能酿成染疫风险 其实开放台博旅游泡泡 经济收益上博流远大于台湾 如果以每人五万元当地消费来看 往年台湾到博流大约1.5万人次入境 会带给他们7.5亿的商机 但博流到台湾大约是1200人 最多只能带进6000万元 对台湾经济效益不高 那其他国家能不能拥有旅游泡泡 指挥中心则表示 暂时只有博流提出要求 但越南等20个无确诊国家也有可能 至于其他国家可能希望不大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好线上要感谢玉玉 再次给我们实质的帮助 她说很喜欢听到 不用台语播新闻很亲切 但是她不用被点名 而且会一直支持中天 不过我们还是要点一下名 谢谢玉玉啦 给你感谢 而另外呢 再来看到的是这旅游业者 昨天听到了 博流有望开放旅游泡泡 很开心 但是不停的在问 除了博流之外 感觉有其他的 所以大家纷纷的问 下一站是哪里 陈时中昨天是有透露了一下 如果点名的话可能会是越南 越南其实呢一直以来 这旅游业者他们的分析 是对台湾来讲这市场更大了 原因是因为呢 本来台湾人去越南玩的人数就比较多 而估计呢 这如果真的是开放了台越旅游 那么五天的团费可能会涨到 一万五千块钱以上 来到三万五到五万五 跟这之前比起来 真的是价差非常大哦 他们讲说呢 这个会价差比较大的原因 当然就是包括了你的餐旅 以及你坐飞机的时候 这机票钱以前可以搭连航 现在不行了嘛 这些都是成本 而如果去到越南 专家觉得怎么样呢 防疫专家就讲了 越南人更多 越南是9800万人 所以如果真的要开放的话 不得不谨慎 他们必须要循序渐进 重点是呢 他们也建议真要开放 真的不得已的话 那么应该从第一线市开始开放 而且开放的是商务泡泡线